大师走到唐三面前,坐了下来,你不用惊讶,听我把话说完,还记得在诺丁学院时,你刚来到诺丁学院之后,我就收你做了弟子,那是因为我看中了你的双生五魂资质, 但当时我也并没有看出你的另一个五魂就是浩天锤,直到有一天,你父亲亲自来找上了我,并给了我这个,一边说着,大师手上光芒一闪,从随身的浑倒器中取出一面令牌,令牌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六种图案,颜色虽然并不抢眼,但早已听大师讲述过的唐三却知道, 这是五魂殿的最高徽章,只有五魂殿长老级以上人物才能拥有,仅次于教皇的权威,大师道,那时候我才认出了你父亲的身份,他就是大陆上赫赫有名,也是我的偶像最年轻的封号斗罗,唐浩,你父亲的封号正是浩天。 浩天?浩天?浩天斗罗?别人或许会欺骗自己,但唐三知道,大师绝对不会。 此时此刻,他至少已经可以肯定,父亲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,而且还是魂尸界最顶尖的存在。 大师继续道,我和你的父亲并不熟悉,他只是交代我,让我好好地照顾你。 在这面令牌上,一共有六种图案。当初我告诉过你,他们分别代表着六个对五魂殿有特殊贡献,或者是五魂殿长老身份的人。 你知道吗?这令牌也只有六块,其中的六种图案,其实要分为两部分。 一部分乃是五魂殿所属的三位封号斗罗,另一部分代表的就是现今七大宗门中上三门的三位封号斗罗,而这三位封号斗罗也为五魂殿属于名誉长老的身份。 唐三的目光凝固在那枚令牌上。 令牌上的六种图案分别是剑、锤、皇冠、一个不完全的人形、一条龙以及一朵菊花。 这种令牌还有一个象征着地位的称呼,名叫天斗六皇牌。 其中的剑代表的就是七宝流利宗的剑斗罗陈心。 但它这块令牌其实是属于七宝流利宗的。 由你几天前见过的宗主宁封至掌管。 龙代表的就是我出身的家族蓝殿霸王龙,由我父亲掌管。 而锤代表的就是浩天宗的浩天锤。 而掌管的人却是你的父亲,而不是当代浩天宗宗主唐天。 浩天宗一门双斗罗,唐天躺好两兄弟,曾经令整个魂尸界为之颤抖。 唐天是你大伯,他比你父亲足足大了十五岁。 在六十岁那年,顺利突破了九十几,进入封号斗罗的层面。 而你父亲获得封号斗罗却是在十三年。 那时候,他才不过四十四岁,所以我才会说,他是当今天下最年轻的封号斗罗,也是我的偶像。 唐三心中一动,十三年前,那不是我出生的时候吗? 大师愣了一下,是的,应该就是你出生的那年吧。 你父亲登上了魂尸界的巅峰,而且,据传闻所说,他凭借着自己刚刚进入九十几的实力,连败五魂殿,两大封号斗罗。 也就是,这牌子上的这朵菊花与那个人形所代表的人物,分别是菊斗罗与鬼斗罗。 要知道,他们都已经成名多年,实力早就突破了九十五级,可却依旧无法承受你父亲浩天锤的威力。 虽然我没能亲眼看到,但却能够想象得出,那一战是怎样的令人热血沸腾。 我爸爸为什么要和两名封号斗罗先后交手? 唐三忍不住问道,大师摇了摇头。 这我就不知道了,也没有几个人知道,这似乎是浩天宗与五魂殿之间的秘密。 从那一战之后,你父亲就消失了,而浩天宗也收敛生息,以当时第一魂师宗门的身份隐匿。 虽然现在仍然保留着第一宗门的威名,但一些新生魂师对浩天宗却已并不熟知。 当你父亲再次出现时,也就是在六年后出现在我面前。 浩天宗内部的情况,我并不太清楚,只是隐约听说,你父亲与你大伯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和谐。 而他在与两位封号斗罗大战之前,就已经离开了浩天宗。 唐三呆呆地看着大师,一时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整个人显得有些迷茫,眼睛都已经有些发红。 从父亲能够找上大师,并将这块如此重要的天斗六黄牌之一留给大师,就能够看出他对自己的重视,他是爱自己的。 他的离去或许是一种无奈,或许有许多的事情要去处理。 可是,爸爸,你为什么不肯再回来看我一眼呢? 大师道,小三,不要多想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或许你的父亲从没有离开过你身边。 唐三一愣,为什么? 大师脸上突然流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。 还记得你刚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做了什么吗? 唐三疑惑地摇了摇头,大师道,我也是听弗兰德所说,当时你为赵无极一时寄养,亲自审核你们几个孩子,而你却用暗器好好招呼了他一顿,自己却也受了伤,对吧? 唐三点了点头,大师微笑道,可你没有发现,之后赵无极出现了什么变化? 唐三努力地思考着,但因为父亲的事,他的心已经乱了,一时有些记不起当初的情况。 大师道,你难道忘记了第二天开始赵无极鼻青脸肿的样子吗? 弗兰德说,赵无极在你暗器上吃了亏的那天晚上,突然来了一名黑衣人,将赵无极引出了学院,然后赤手空拳揍了赵无极一顿。 那时候,弗兰德也已经赶去了,但他却没敢动手,因为那揍了赵无极的人,连武魂都没有释放出来。 你要知道,赵无极拳揍了七十六级魂力,能够不使用武魂就打倒他的,会是怎样恐怖的实力? 而那个人,就是你的父亲。 你是说,爸爸来看过我? 唐三猛地站起身,身体在激动之下,微微地颤抖着。 大师点头道,是的,这不过是一年多前的事,他曾经来看过你,但却并没有见你。 如果我猜得不错,他不见你,一个是因为不希望影响你的修炼,另一个恐怕是因为他怕见了你之后,自己就舍不得走了。 我想,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去做,所以才一直不肯见你。 爸爸来看过自己,还揍了令自己受伤的赵无极老师。 唐三的心突然变得灼热起来,当他看到泰龙的父亲泰诺为了儿子而上门挑战的时候,他不知道有多么羡慕。 而此时,当他得知同样的事情早在一年多前,自己的父亲也曾经做过。 那种自豪和温暖的感觉,令他这些年积蓄的忧怨,悄然消失。 大师道,所以我才会说,你爸爸随时都有可能在你身边。 当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,自然就会出现在你面前。 你姓唐,身上背负着浩天宗的直系血脉。 我告诉你这些,就是要让你明白,不论是为了你自己,还是为了你的父亲。 既然你选择了走浑尸这条路,就不能停歇。 或许,你的父亲也同样需要你的帮助。 可如果你因为身世而颓废,影响了自身的修炼,将来还怎么帮他? 或许他不会因此而怪你,但他一定会失望。 你是浩天斗罗的儿子,你的身上传承着你父亲的血液,你要用行动和实力向你父亲证明,你有帮他的资格。 或许,你父亲正是在等你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,才会在你面前出现,也说不定了。 从出生到现在,唐三和大师在一起的时间,比和自己的父亲还要长。 可以说,大师和小五是除了父亲以外,最亲近的人。 几天以来的迷茫、矛盾、复杂的心情,在大师这一番话的作用下,毛色顿开,眼前也尽是一片豁然开朗。 就算自己现在能够弄清楚这一切,又能如何。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,根本什么都做不了。 自己现在所能做的,就像老师所说的那样,努力修炼,用行动证明给父亲看。 爸爸,你真的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吗? 那好,你等着看吧,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看着唐三神色的变化,大师不禁暗暗点头,他知道唐三是个聪明人,有了自己的典型,他已经明白了。 这也正是大师把他叫过来的目的。 大师,我还有两个疑问,唐三眼光中神光重现,又恢复了以往的甜淡自如。 大师道,你说。 唐三道,第一个问题是,您知不知道我的母亲是什么人?从我出生以后,就没再见过母亲,父亲也从不提起。 我隐约感觉到,父亲六年沉迷于劣质卖酒之中,很可能与我的母亲有关。 大师汉手道,你说得不错,从你自幼没有母亲来看,你父亲的颓废很可能是因为你母亲。 但是,你母亲的身份却更加神秘。 别说是我,在魂师界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谁。 他似乎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大的魂师家族,这一点从你身上的蓝银草就能看出来。 蓝银草是标准的废物魂,从某种意义上来看,双生五魂也是便衣五魂的一种。 能够允许两种五魂共存,对魂师的身体本身是会产生一定迫害性的。 就像马红骏以前的邪火会给他造成困惑一样。 可奇怪的是,你体内的两种五魂却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,在一起非常和谐。 而且,你的蓝银草在修炼过程中似乎也并不困难。 魂力提升速度很快。 如果说,你的先天满魂力是浩天锤带来的,可蓝银草修炼为什么会那么快呢? 即使是双生五魂,应该也没有这个道理才对。 对于大师的疑问,唐三倒没有多想什么,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五魂能够那么圆融地共存,但自己的魂力却是按照玄天宫的修炼方法提升上来的,似乎与五魂关系并不大。 只不过,唐门秘密,他不能说出来而已。 老师,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,为什么我父亲和您都不让我修炼浩天锤呢? 按您所说,浩天锤应该是一种极品的器武魂,显然比修炼蓝银草更有前途。 我父亲也是以此成名的,难道是为了掩盖我出身于浩天宗的身份吗? 听唐三这么一问,大师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。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,不论是你父亲还是我,都是为了你好,并不是从掩盖你身份出发,而是为了让你将来变得更加强大。 你告诉我,双生五魂最大的优势是什么? 两个五魂的技能,一个五魂最多只能有九个魂环,也就是九个技能,而我有两个五魂,那就是十八个技能。 大师眉头微皱。 傻小子,亏你和我学了这么久,怎么还看不清楚呢? 不错,双生五魂在修炼到封号斗罗境界后,确实可以拥有十八个魂环,十八个魂技。 可是,你不要忘了,你虽然是双生五魂,但同时却只能使用一种五魂,也就是说,你同时最多也只能使用九个魂环而已。 虽然双生五魂,虽然双生五魂会比普通魂师多一些,但这就是双生五魂的奥妙所在。 那你也太小看双生五魂的天赋了。 唐三脑海中灵光一闪。 老师,您的意思是说,大师点了点头道,我和你父亲都主张让你先修炼蓝阴草五魂,正是因为它远不如好天锤。 双生五魂最大的优势,就是能够先将一种五魂修炼起来。 虽然你的好天锤现在一个魂环都没有,可你的魂力却已经达到了三十七级。 你想想,如果你现在开始给好天锤添加魂环的话,那么那将是什么级别的魂环? 是千年。 如果你的蓝阴草达到封号堕罗的层次时,再给好天锤添加魂环呢,那又是什么级别? 我和你父亲的目的,就是要创造出一个拥有全部万年以上魂环,不可思议的存在。 而这种情况,也只有在拥有双生五魂的魂师身上,才有可能出现。 你的另一个五魂是蓝阴草,我没期望着你能把它修炼到九十几,但只要你把它修炼到六十几以上,那么你的未来就有可能达到全万年魂环好天锤。 那时候,别说是一个封号斗罗,就是一次来两个,又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? 同样九十几,你凭借九个万年魂环附加的各种属性,尤其是普通魂师所能相比的,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。 唐三眼中的光芒亮了,浩天锤他也曾经用过,当初正是凭借一个魂环都没有的浩天锤帮助,才成功击杀了人面膜珠。 浩天锤的重量是那么恐怖,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本身的强横而存在的。 大师看着唐三道,现在我唯一担心的,就是你的两个五魂是否会在你给浩天锤增加魂环的时候产生冲突。 在魂师的历史上,你是第三个拥有双生五魂的人,聪明人并不只有我们,我们想到的别人也一样能想得到。 第一个拥有双生五魂的魂师,结果十分凄惨,他给第二五魂添加魂环的时候,增加到第三个两种五魂产生的冲突,暴体而亡。 而第二个拥有双生五魂的人却成功了,成为了史无前例的强者。 也就是说,双生五魂按照这种修炼方法,成功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五十。 或许你的几率更大一些,毕竟你身上的浩天锤和蓝阴草,直到现在还没有产生过冲突。 这些年,我一直在研究的也就是这个问题,如何在你将来给浩天锤附加魂环的时候,能够让它们不产生冲突。 双生五魂不让人知道,是怕一些强大的魂师对你不利,让你先修炼蓝阴草,则是出于变得更强的想法。 现在,你明白了吧?至于将来,你如何选择,就要看你自己的了。 在大师的详细解释下,唐三对自己的双生五魂不禁有了全亲的认识。 老师,那您让我锻炼身体,是不是也因为双生五魂? 蓝阴草增加魂环的时候,会对我身体有所增幅,像力量、敏捷、控制力。 而当我以后给浩天锤增加魂环的时候,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同样出现呢? 也就是说,我身体的属性最多可以增加18个魂环的。 虽然这些属性和魂迹相比并不算什么,但累加如此之多, 却依旧十分恐怖。 大师点了点头道, 没错,这也是我担心的一点。 各种属性的增加,对于一般魂事来说,当然是好事。 可是,当属性增加到一定程度,而身体无法承受时, 就会有好处,变为灾难。 所以,我才会要求你锻炼自己的体魄。 这次,你吃过那两种极端的先品药草后,身体得到了不小的改善。 我现在能够肯定的是,将来,你在给浩天锤增加魂环时, 至少前三个魂环附加的属性,不至于给你带来太大的负荷。 至于其他的,就要看情况了。 实在不行的话,我们就要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,将这些属性分散。 魂环附加的属性如何分散? 唐三好奇地问道, 大师指了指唐三的后背道, 忘了吗?你还有那外腹魂骨。 当你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, 最好是在多拥有一两块魂骨的时候, 当身体无法承受魂环带来的属性时, 这些多出的属性就会融入到你体内的魂骨之中。 这样一来,你自身所承受的压力就会变小。 坏处时,一旦被人得知, 想要杀你爆魂骨的人恐怕会大幅度增加。 你现在双生五魂尚未成形, 知道的人也少, 还不算什么问题, 至于以后就不好说了。 所以,我一直提醒你, 除非生命危机, 一定不要轻易显露你的浩天锤, 就是这个道理。 再过半年, 就是高级魂尸学院大赛了。 我再次提醒你, 在这魂尸大赛之中, 一定不要使用浩天锤。 是,老师。 大师轻轻地拍了拍唐三的肩膀, 怅然若失地道, 小三, 我能明白你现在的心情, 但有一点你一定要清楚, 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中, 尤其是一个魂尸宗门之中, 并不见得就是好事。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约束, 以及宗门内部的暗斗, 对修炼没有任何好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